這就是綠色的海藻 這個我們不需要去 特別的去做什麼處理 就回家的時候 你把它用冷開水洗個幾次 家裡的熱水瓶的水 就把它最後再當一下就好 因為這個過程就是我們怕說 它在販賣的過程是不是有汙染 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但是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要泡溫水 這要泡熱開水 都要就對了 是 這一個因為它是乾燥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熱開水 把它先泡 這個大概就是泡個五 六分鐘 它也是很會長大的 好 那這一個 這叫做鳳尾菜 這叫鳳尾菜 它跟洋西菜很接近 可是洋西菜是比較大根的 這是乾燥的 對 這是乾燥的 要泡冷水 這個就不能泡熱水 因為這個如果你泡熱水 它很快就不見了 整個那個 對 好 太黏色了 這個就本來要這樣子泡 它就等一下就會長大 好 接下來我會開始來 把這個菇稍微的煎一下 那個鍋子把它充分加熱的時候 這個菇就是要熱鍋來煎 熱鍋煎它就會很香 這個菇不管你用什麼樣的菇 就是可以挑個兩 三種 兩種以上就可以 什麼珊瑚菇 對 同時都可以 因為珊瑚菇是黃色 可是它一熟的話 就是也是變白白的 好 那我們就是 直接這個 黑胡椒粉 黑胡椒 它等一下黑胡椒接觸到 這個熱的一個鍋底的話 就有香氣會出來 好 我們這個就不管它 也不要急著去煩動它 千萬不要急著煩動它 對 那麼現在我們來調一個醬 這個我們先把它倒進來 我們等一下的所有的食材 都會在這邊拌 好 那我先把這個 洋蔥 辣椒 還有青蔥絲先拌進來 好 挺好的 還有是 還有我們把這個海藻 麗的海藻 就先加進來 好 那我要用這個碗來調醬 我用這個 妳只要吃 對 我只要吃 好 再來這是檸檬 檸檬 對 有果水 有果水 像現在很容易感冒 大家就是喝一些檸檬水 或者是就是 吃一天就不用太多 你只要一顆到兩顆的柳丁 其實就夠了 維他命切的補充很重要 好 那這樣子 就是水果的果汁都在這邊 再來 這是芥末 芥末 芥末 這是那種 黃芥末 就是 新鮮的 對 新鮮的芥末 新鮮的芥末 在海貿公司都買的芥末子一罐 李山上 冷凍的 這個是要冷凍的 好 那接下來是醬油 醬油 我這邊用的這個就是一個 冷壓的一個芝麻油 就加一些進來 冷壓芝麻油 好 那我在這邊我再加一點 你要加一點胡椒 對 我再加一點胡椒進來 好 那我們現在看 我剛剛這邊都不理它 大家很擔心說它會焦掉對不對 我就是要它的一個 好的一個味道 好 現在劇劇滋滋的 對 滋滋滋滋的聲音 焦了 是 你看看 這個香味都出來了對不對 好像在叫什麼東西 是 會跳舞 好 現在我只要給它一點點的水 這水在幹嘛呢 它要做什麼 把玉米水放進來 一點點水 大概是50cc的水 就夠了 一分鐘 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番茄加進來 好 那菇也很燙囉 好 來 那我現在呢 OK 這個已經好了 你看玉米筍 多快蒸汽上來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是整個把它加進來 這玉米筍就是會有一個清甜的味道 水都不要下來了 好 你看我這裡面 什麼調味料都沒加 對啊 黃黃麗 對 紅的 好 可以了 就這樣子應該這個OK了 我們要把水倒掉 你看這個就是天然的一個顏色 它是一個琥珀色的 其實這個倒出來的湯汁 我們可以拿來做高湯也可以 像譚老師那樣做高湯 是 因為那不是染的嗎 是 那我就把它加進來了 好 那這個也把它加進來 好大了 黃沙拉 對 就是溫沙拉 我最喜歡就是做這些 吃了沒有負擔的溫沙拉 好 毛豆 再下去 對 好豐盛 好澎湃 這可以是一餐 醬料 對 這一餐很厲害 這個 是 好 我可以再加一點雞柳條 或什麼 不行 不行 是可以 但是有 蝦子可以加一下 蝦子 對 海蝦 蝦子 花枝 對 加一點就可以 對 對不對 因為要讓它低熱量的 就是這樣子 是 好 那我剛剛這樣有沒有加很多 是因為這一些海藻類的東西 基本上都有一個鹹味 對 都有一個鹹味 然後像我最近就是 因為我們有 能不護貴 守護貴這樣子 因為每次都會就是要去 如果說你要擦藥的話 就是小孩子要吃東西 你還要再去洗 所以我都會用那個冷壓的芝麻油 或者是那個 苦茶油來擦瘦 當一個保養 好 鬆子在上面吃 好漂亮喔 這個厲害 好 來 這個就完成了 而且鬆子好重喔 我們這一道吃太多 自己吃得我們可捨得加嘛 對不對 對 真的